国际冲塌31区中华民国总社为关怀0918震灾受创严重的花莲玉里镇和副里乡的民众 特别由林立琴总监、亲子率领委员、社长及社姐们 12号来到了玉里镇的中山堂八磅慰问金 每户2万元给红丹的受灾户有60户 国际冲塌31区中华民国总社为关怀0918震灾受创严重的花莲县玉里镇以及副里的民众 特地是由林立琴总监、亲率委员、社长、社姐们 12月12号这天在玉里镇中山堂发放未问金每户2万元 给红丹受灾户共60户 我们知道在这个受灾的过程里面不止大人或是大人需要关怀 小孩更需要陪伴跟关心 硬底的改建总有完整的时候 但是那个心灵的关怀是永续的 更重要我想我们花莲的社姐都非常有爱心 在地然后陪伴永续的关怀 也许善款会用完 但是我们的爱心可以远远不断 玉里镇公所代理镇长江东成说 非常感谢各界善心人士伸出援手拥抱受灾户 虽然工部门资源有限 但是民间的力量力大无穷 相信各界的帮助能够让受灾户早日修建安身立命的家 公部门没办法做的事情真的蛮多的 尤其是各位受灾户 你自己家宅住宅包括财务方面 动产方面不动产方面的受损部分的话 真的有时候公部门的手 公部门的相关的资源 真的是没办法送到各位受灾户的手上 我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这个慈善团体 还有个人给我们玉里镇 还有其他隔壁邻居的副理箱 卓西箱 我们南区重灾区 给我们领民部分的话 村民部分的话 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伸出援手 让我们尽快的恢复 这个正常的一个回归的一个生活 慰问经由受灾户代表 玉里镇公所代理镇长江东城 以及副理箱公所秘书代为受赠 再由公所近日尽速转发给受灾户 期盼抚慰灾民受创的心 支持他们尽速重建家园 回到生活正轨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